1991年苏联解体 当时中国可以趁机将沙俄侵占中国的土地全部拿回来 但中国终究没有这么做 这是为什么 四个原因很关键 要想能明白原因 就必须先了解沙俄侵占了中国多少土地 沙俄大规模侵占中国领土是从近代开始的 刚下28年也就是公元1689年 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 划定了中俄在黑龙江等地的边界 并不存在丢失领土一说 1858年沙俄通过爱辉条约 一次就从清政府手中抢走约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包括黑龙江以北 外星岸里以南的广大地区 两年后 新政府又被迫与沙俄签订了北京条约 失去了昏铜江 及乌苏里江以东 新凯湖附近 约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短短三年时间 沙俄就从清廷手中 拿走了我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1864年 沙俄又一次从清政府那里 夺走4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包括从沙兹达巴哈至葱林的地区 沙俄对我国的掠夺 从清朝咸丰年前开始 就从未停止 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 沙俄共侵占我国领土 多达150多万平方公里 包括整个外蒙古地区 外蒙古地区地下资源丰富 富含各种矿产资源 从清朝时期就很受清廷的重视 清朝皇帝总是通过满满通婚等方式 对外蒙古地区加以安抚和管控 但效果并不理想 到了近代 沙俄开始极力拉拢 外蒙古的王公贵族和喇嘛活佛 给他们各种好处收满人心 沙俄还挑唆外蒙古独立 脱离清廷的统治 企图把外蒙古变成沙俄的卫星国 但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 当时的外蒙古宗教首领 更倾向于回到清政府的怀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随后清帝退位 清朝灭亡 外蒙贵族想要独立的心 蠢蠢欲动 沙俄方面开始极力挑唆和鼓动外蒙 终于外蒙宣布独立 蒙古国的王公贵族在沙俄的帮助下 把中国政府官员驱逐出境 自此蒙古国开始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 但这一时期的蒙古国 并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 中国政府曾多次想要收回外蒙古 外蒙古在沙俄的扶持下宣布独立以后 中国政府曾多次想要把它收回来 但碍于苏俄从中阻挠一直没有成功 袁世凯上台执政时 和沙俄曾就外蒙古独立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 经过几轮谈判下来 袁世凯政府最终争取到的结果是 同意外蒙古实行自治 维持表面上的统一 1917年10月革命爆发 苏联红军通过一系列的斗争 终于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 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 外蒙古是在沙俄的引导下一步步走向独立的 现在俄国发生革命了 外蒙慌了 外蒙的王公贵族担心自己没有能力控制国内的复杂形势 于是致电当时的中国政府 要求回归祖国的怀抱 放弃自治 当时的中国民国总统徐世昌非常高兴 当即宣布取消外蒙古自治 废主之前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中俄声明 和中俄蒙协约 两年后的11月 徐世昌还派得力干将徐树珍经营外蒙 但是好景不长 段祺瑞政府很快倒台 外蒙古上层统治者倒行逆事 1921年 外蒙在苏俄制止下独立建国 这一消息传回内地 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 对于外蒙政府不予承认 北京政府的十权人物曹昆和吴佩孚 还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 谴责外蒙古 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 但谴责归谴责 由于各军阀争权夺利 并没有派兵收复外蒙 外蒙古问题只能这样搁置不谈 二战后期 国民政府请求苏联出兵 进攻在东北的日军 苏联虽然答应出兵 但提出了严苛的条件 国民政府必须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1945年8月14日 国民政府同苏联签订了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 蒋经时提到 如果日本战败 国民政府将允许外蒙古的人民进行投票 自行决定独立 或者是继续接受国民政府的统治 在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承诺后 苏联出兵中国东三省 帮助中国人民将日本侵略者驱逐租 日本投降后 按照之前的约定 外蒙古在苏联的安排下 进行了全民投票 结果80%的人都支持独立 国民政府只好承认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自此 外蒙古完全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 虽然晚年的蒋介石 曾在台湾宣布废除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但这已经无法改变 外蒙古脱离中国独立的事实 其实早在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之前 1945年2月 英美苏三国就秘密签订了 雅尔塔条约 在雅尔塔条约中 英美苏三国就已经代表 国民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 而雅尔塔条约的具体内容 蒋介石直到6月12日才知晓 蒋介石当即惊呼 足以致中国民族 与万劫不复的境地 1949年1月 国共内战进入了尾声 国民党落败已成定局 眼见国民党失势 斯大林赶紧派米高阳 前往西柏坡 对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会谈 中共中央领导人毛主席 抓住这次机会 将收回外蒙古这一话题 摆上了桌面 但米高阳 却以外蒙古早就是独立的主权国家 重回中国是不可能的为由 拒绝了毛主席的提议 事后斯大林还推托说 这件事的决定权 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手里 毛主席从斯大林和米高阳的 态度中解读出 苏联不会轻易 把外蒙古的主权交还给中国 而是要把它作为自己的卫星国 但是毛主席并没有轻易放弃 1954年 驾逢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国庆大典 此时的苏联领导人 已经换成了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专程赶到中国 和中国人民一起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五周年这一盛典 毛主席趁此机会 再次提出了外蒙古的归属问题 但是赫鲁晓夫深知 外蒙古对苏联的重要性 所以不肯轻易让步 就这样 虽然毛主席两次 向苏联领导人提出 外蒙古的归属问题 但都被拒绝了 自此 外蒙古成了中国人民 不愿提起的痛 1991年苏联解体 正是收回外蒙古的好时机 但中国政府 为什么没有趁机 把它收回来呢 第一个原因 在经历了第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全世界人民迫切需要和平 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全世界人民对战争 已经深恶痛绝 这时候无论是哪个国家 发动战争 都是在与全世界人民为敌 从中国自身来说 从1900年八国联军清华开始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 中国一直处在战乱中 中国人民实在无力 在承受一场战争 几十年的战乱 让中华大地满目疮痍 此刻中国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 而不是挑起争端 而苏联集体时 新中国刚成立41年 改革开放出现成效 老百姓刚过上 几天安稳复足的日子 这个时候发动任何战争 都是违背人民意愿的 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第二个原因 当初签订条约的国家主体 已经不存在了 最初与清政府签订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从清廷手中 略走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沙俄 已经在1917年的 俄国革命史被推翻 不复存在 现在和民国政府签订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逼迫蒋介石承认 外蒙古独立的苏联 也已经解体 苏联已经从一个社会主义联盟国 解体成15个独立国家 如果此时 中国想收回外蒙古 就必须和这15个独立的国家 分别谈判 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时 这15个国家都刚刚结果 国内秩序一片混乱 很多国家都还没来得及 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收回外蒙古一事 从何说起 之前鉴定条约的国家主体缺失 让收回外蒙古这件事 变得难上加难 第三个原因 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资产 苏联解体之前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已经成为可以与美国抗衡的 世界一流军事强国 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继承了苏联之前 在国际上的地位 以及苏联76%的国土面积 现在的俄罗斯 依然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 是中国的两倍 除此外 俄罗斯还从苏联那里 继承了核武器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成为新的 可以制衡美国的军事强国 而当时的中国各方面 都刚起步 还不够强大 不具备和俄罗斯对抗的实力 这个时候提出收回外蒙古 只能是一句空谈 并且苏联解体后 中俄之间正在建立一种 新的睦邻友好的关系 两国之间有很多 正在进行的 互惠互利的大项目 如果现在中国提出 收回被沙俄侵占的土地 势必会影响 中俄双方这种 友好互惠的关系 对双方来说 都是一种损失 第四个原因 现在外蒙古 国内清华的人越来越少 清朝时 外蒙就一心想要独立 后来民国的时候 在苏俄制止下 外蒙上下一致同意独立 可见当时的外蒙 就没有想要 跪于中国的心思 够不用说 已经独立了 几十年后的外蒙了 所以为了继续维持 中俄之间 友好合作的关系 中国政府就没有趁机 提收回外蒙古的事